今天把这个统计做完 那这边就出来了 那怎么样可以把统计做出来 其实基本上很简单 大概如果前一期的课 如果有学到的话 我有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G栏这边 游标放G1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指的是 把这个范围整个选取起来 那选的时候包含我们的栏位名称 再来利用资料里面 跟这一样 公式里面有一个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也就是说 把这个名称加到哪里 加到名称管理员 就加一个名称 名称叫什么 复选题分割 用这个名称来代替底下的范围 OK 然后我们就按确定 这个时候确定一下名称 已经有了 按确定 是 确定一下 这个范围 指的是什么 G2一直到G140 就等于下面的范围 再来利用什么呢 当然你不用傻傻的 像我们刚刚有同学 就是之前有同学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排序 Z到A A到Z 反正就是排序 把它放一起 然后再来统计 看几个几个 这样现在不是太聪明了 或者是说 你用资料 资料库里面有算比数的 或者你用筛选里面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是希望快速统计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比数里面 插入函数 里面有一个叫 统计里面的函数 有一个叫康一符 康一符 这个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 那所谓的康一符 顾名思义 康一符 就是算几个 一符 就是如果条件是什么 那当然你要给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要 康一符的范围 range 也就是刚刚我们选那个范围 后面这个是criteria 是条件 那条件就是 就是前面这个 如果在这个范围里面 有这个的话 要帮我count着一下 算一下几个 那不就是我们要的比数了吗 所以康一符的话呢 基本上 第一个range按F3 记得F3 那个名称配合F3 直接用选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会比以前 以前的话 当然不是这样 以前可能就是直接切过去 再把刚刚那个方法来选一下 可是选的过程 可能会怎么样 一直拉过头 然后拉回来拉去 太麻烦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比较OK的 而且以后看到这个范围 你就知道说 它是哪一个栏位 这样会比较清楚 quartelia是指的是 什么条件 就是我要找 这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函数进阶引用 有几个 16个 OK 按确定 然后往下填满 全部就出来了 那你会发现 因为我这个图表呢 已经帮各位先做了 实际上这个图表怎么来的 其实很简单 插入里面有个图 直条图嘛 就选一个直条图 然后把它拉一下 旁边就出来了 你就把那个来源先选 这个来源 我就先把这个范围先选 先选起来 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然后再插入直条图 旁边就出来了 顶多是这个地方 我把它改成纵向的 因为它好像横向的会 会盖到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图表 当然我旁边会多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呢 是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连接刚刚我们的那个 VBA程式 这个跟这个 那你就直接呢 在 在哪边呢 在那个 开放人里面 插入 表单 表单控制项 一个按钮 就直接什么 就是去连接什么 连接刚刚这个 复选题切割嘛 那我习惯是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然后并且把这个名称加上去 一个 另外一个是切割 一样的方法 一个是切割 一个是清除 那做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清除 按下清除 你会发现 因为你的资料 前面的东西都清掉了 所以呢 这边的笔数全部都归零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自动的把那个统计图表 给做出来的话 你就按一下什么 再按一下切割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这个笔数 一下子呢 就帮你切割出来了 看一下笔数好像是不是 它就自动帮我把那个 全部的资料都把它切 切割出来了 清除 看一下切割 OK 滴栏 是不是几个几个没有 好 但我怎么这么少笔 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漏掉 还是清除掉 我看清除之后 这边资料 多了这个 这个把它删掉一下 OK 刚刚多了这些 好 那理论上的话 我们做完之后 大概就是把这个图表做出来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图表跑的速度太快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让这个图表显示的慢慢慢慢慢慢显示出来的话 那我就会需要什么 一个功能 让程式跑慢一点 如何让程式跑慢一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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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先把它 程式怎么样让它跑慢一点 其实只要多加一行 这个地方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 在我们程式码里面呢 会有多一行 我刚刚是已经把它先注解掉 它叫做appication 点 其实你appication指的是excel本身 你把它点下去 它会有一个什么 wait 以后如果说你希望让excel跑慢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wait wait 后面的话呢 给它time就可以了 等待多久 当然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说 到底要等待多久的话 有个方法 你就游标 你要把游标放在那个这个方法的上方 然后按一下f1 它也会跳出一个说明 那里面的话呢 就会教你 要让程式等多久 其实之前也常常有同学会遇到 就是你会希望 程式不要跑太快 先等一下 等个几秒钟 甚至几分钟 其实都没有问题 那如何让程式跑慢一点 基本上 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它这边也相关说明了 比如说底下有什么wait 到什么时候 可以给一个时间 或者 等到多久 比如说几秒钟 加十秒钟 你可以加个十秒钟 或者等待一个时间 这边都可以做到 那我这边是让它等待 大概0.1秒钟吧 让它跑着 用second 去抓现在的秒数 加上0.1 或者你甚至如果0.1太少 你可以多一些些 加一秒钟等等的 那这样的方法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出那个有点 那个什么 那个 感觉跑慢一点 那个效果 因为这个档案乱掉了 我把这个地方下载一下 那个我另外一个完成的档案 我把这个 这个再重新 那做出来的话 就有点类似像 我要demo的这个画面 那就可以让程式 跑得没有那么快 把它启用一下 启用内容 OK 那把这个地方清除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地方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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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 不过这样有点太慢了 Ctrl加BREAK 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 我是让它 跑 速度是 用TimeValue 相差一秒钟 那这样的话呢 可能太慢了一些些了 所以如果你将来希望呢 让程式呢 有那个跑慢的感觉的话 可以用Application加位置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看今天 帮各位开个头 那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其实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较进阶 像内政部的实价登录 或者像 Yahoo的那个股市资料 然后 不过这个可能 难度会稍微高一些些 那我们下个礼拜的话 基本上会先从 比较简单的 也许会先从 在 你们可以先参考一下 讲义 或者是云端白板 里面的 第一个单元 我们也许是 表单设计开始吧 慢慢再到资料库 再到拆解 再到工作表的合并 或分割 然后再去网络上 抓资料等等 大概有这些方向 然后 其他的补充资料的话呢 再做一个补充说明 OK 好那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 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 先开个头 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 我们主要的目的 是让各位了解一下 这个学期 大概的一个上课方向 那还有就是说 你要评估一下 你自己的那个 基本程度 如果你的程度 可能稍微 有比较弱一些些的同学 那我还蛮建议各位 可以把那个就是 这个一些参考用书 稍微看一下 或者是说 你可以看一下 我部落格上面的上学期 的一些的东西 因为有些东西 我们上个学期有讲过 如果再讲 可能就比较没什么意思 那通常我会再讲 比较稍微进阶一点点的东西 所以 如果你程度 可能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那我建议你可能会 需要 多花一点时间 多做一点功课 OK 今天先到这里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